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有關 假設說我今天希望在Excel裡面 處理Json的這個檔案格式的話該怎麼做 那當然首先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3頁這邊我有提到 那Json的格式其實它的重點是希望說能夠 就是它的優勢基本上就是在容易閱讀跟處理上面 那這個Json的話其實它是由JavaScriptObject 這個Notition這個幾個字組成的 所以其實你顧名思義嘛 它基本上最早是用在JavaScript上面的一個用 所以理論上你用Json格式 你丟給Java或者是C語言或者是說Python 來處理這個資料的部分其實是相當的容易 但是VPA本身如果是Excel本身 因為它的舊的版本我記得好像在2019以後才有 這個處理Json格式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是2019以前的版本 哇那就麻煩了 以前真的因為在其他語言裡面其實是可以直接就存取Json 像Python裡面就有一個字典 你直接把這個Json的檔案讀進來之後 丟到字典裡面其實它就可以處理這個格式了 OK 那其他像這個Java或JavaScript就把它當一個物件 透過它裡面的屬性值就可以讀到它裡面的資料了 其實蠻簡單 但是在VPA裡面就沒那麼簡單了 所以我們循序漸進來看好了 底下其實我有一個列一個表 其實當相較於那個CSV 其實Json基本上 我們之前有比較過 像CSV非常簡單 中間就要豆點 尾巴就是換行 大概這樣子 所以 Json的話呢 那就不一樣了 不過這邊有相關的比較表 也許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乾脆直接舉個例子 讓大家了解 那什麼叫Json的格式 那其中的話我舉一個案例 就是你們直接從那個 也是從開放資料裡面找好了 我發現開放資料裡面其實有蠻多的案例 都還蠻不錯的 那其中的話呢 我們還蠻耳熟能詳的 應該是PM2.5的這個範例 所以這裡的話 你們找一下第34頁吧 這邊就有一個PM25的開放資料 或者是說啦 你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搜尋 應該是PM2.5 應該也可以找得到 那首先的話 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 1 2 3 4 5個欄位 OK 那它提供給你的那個檔案格式還蠻完整的 有CSV 有Json 有XML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練習 CSV這邊也有 Json也有 XML也有 所以其實 等於這個範例 可以通吃的 但是 比較麻煩是說啦 因為這個PM2.5可能很多人在存取 所以我印象中之前的樣子 它其實行政院環境有改變 而且它底下好像還會增加一些授權 好像增加一些要驗證碼之類 不過後來最近 後來我又看到它又把它拿掉了 可能是因為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它後來把那個驗證碼拿掉 那各位可以看到 Json格式這邊 那我們就點Json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觀察 什麼叫Json格式 那你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當然這裡面敘述都一樣 Json 然後編碼方是YouTube 8 這沒問題 那它的下載網址 你可以點擊下去 那理論上 如果沒意外 它會下載 或者是說它另外跳一個頁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點擊它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會從這邊 直接跳一個新的頁面 如果你是Chrome瀏覽器的話 應該會跳一個新的頁面出來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各位不曉得 你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文件 基本上外面是大瓜糊 然後大瓜糊 它的基本價格 不外乎就是中瓜糊 不外乎就是大瓜糊 那如果在那個Java裡面 如果是這個大瓜糊的話 它通常是指一個類別 的開始 類別的結束 所以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它把它當物件 那其實如果Java本身就用大瓜糊 所以很OK 那如果它 中瓜糊的話是它的陣列 所以它就把它 這個有哪些陣列資料 通通把它放到裡面 那在這個陣列的前方 各位可以看到 有個冒號 冒號前面有一個文字 那意思就是說前面是它的 什麼呢 它的 叫做Key Key的話呢 一般就是它的編號 或者叫它的ID 冒號後面就是它的Value Value它的資料 所以前面可能就是會 給一個類似編號 給一個 這個 它唯一的Key 一個Key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Value 所以Key 冒號Value的一個架構 然後尾巴你會發現 所以冒號 有個頭 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這裡 所以它會跟你講一些相關訊息 這個是一個訊息敘述 Field 欄位 欄位有哪一些 跟你講一下 它裡面有哪些東西 再來resource ID 它還有一些資源的編號 然後 那可是問題 我們需要的資料在哪裡 我們需要的資料在這裡 叫recourse 有沒有 然後呢 冒號後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中瓜湖 那你會發現 中瓜湖裡面又有大瓜湖 那大瓜湖裡面又有KeyValue 前面就是它的什麼 測占名稱 叫做大稱 county就是限時 pm25就是它的數值 然後這個什麼呢 檢測的時間就是這個 然後單位 所以1 2 3 4 5 剛好五個欄位 那下一個你會發現 這個跟這個很像耶 前面都是Key 後面就是Value 不過這個Key跟Value 你會發現 Key的部分一直不斷重複 1 2 3 4 5 然後後面就是新的資料 所以這個是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Excel裡面的話 當然主要是取後面的資料 那前面就是有點像 Excel裡面的欄位名稱 那欄位名稱 Excel裡面只會有一個 可是在 Jason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 不斷重複的 那不斷重複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它有個缺點 但相較於CSV 我是覺得 還是比較浪費空間 為什麼 它等於前面的Key 重複了太多了 你假設100筆 前面就100個Key 那Value當然沒有重複 就是可能裡面就是放 應該有的資料 它的規則 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前面是中刮弧 後面是 裡面的資料 就是大刮弧 然後KeyValue 可是 對一般人來說 其實光看到這些資料 頭就暈了 而且其實這個架構 並不人性化 所以將來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 遇到像這種 Jason格式的資料 以我的經驗 我是建議你可以 從雲端白板上面 先找到有一個工具 就是可以先看到 Jason裡面 到底它的結構 是什麼樣的一個工具 我還蠻喜歡這個工具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 假設你從頭看到尾 其實很多東西 等於擠在一起 你要找 其實當然也不難 可是有時候 又必須從頭找到尾 很浪費時間 這個格式化工具 有什麼好處 就是主要可以讓你 觀察你要的資料在哪裡 你可以把 這個叫 Jason Edit Online 那我的習慣是 1打開之後 2的話 我會先切到Tester 這個Tester的話 實際上 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 剛剛這些資料 把它做全選 貼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喜歡 Ctrl A C 把你要分析的 Jason 檔案 把它全選 當然 你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還 算蠻貼心 幫你做 這個縮排 但是很多資料 其實它不縮排 有點像是我們雲端上面 其實原來長這樣 基本上根本沒有縮排 全部都串在一起 你根本不方便去閱讀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把 剛剛的這個 PM25的資料 Ctrl A C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 Jason Edit 記得先切到Tester 然後把這些資料 蓋過去 所以一樣Ctrl A 再Ctrl V 好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的這個 PM25的資料 就會被貼到 Jason Edit裡面 那當然 主要我貼上去之後 我主要是要看到 樹狀結構 所以 那我怎麼知道 它的樹狀結構 這個物件結構 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們可以看到 Tester 文件裡面 右邊有一個叫Tree 那你點選Tree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貼上是文字 再把它變成一棵樹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它就會幫我做一個 格式化的編排 然後你可以 它這邊前面有個箭頭 箭頭的話 基本上 就是可以讓你收折 所以呢 當然第一層 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裡面基本上 就會有幾 第一層 總共會有10個 10個key 10個資料 就這10個 但是這幾個其實 不見得每個都是我們必要的 其實我們需要的應該是在 這麼多的ID裡面 其中我需要的應該是最下面這個 叫recourse 總共有78個item 大概這個 所以把這個箭頭打開 OK 那你可以看到 所以 如果你假設要抓資料的話 應該是抓這個資料 裡面的recourse 它的key 裡面會有78筆資料 那78筆資料 它會幫你列在底下 理論上是 目前是 折起來的狀態 那如果你要觀察裡面的結構的話 你可以再點擊前面的箭頭 它會告訴你 它放在的是一個大瓜糊裡面 那總共會有5個欄位 所以將來的話 你大概有概念之後 你就抓後面的資料把它抓回來 這樣子 就ok了 至少啦 如果你用genedit來觀察資料的話 會比你直接看那個資料 會易於閱讀 OK 尤其是 像這個資料 我們現在pn25的資料 其實它 在瀏覽器上還ok 因為它 還會幫你縮排 可是有一些jason的檔案 你們可以再去看別的 它就是全部給你串一起 你看得很累 那如果你把它放jasonedit 它就會幫你格式化 好 那大概知道它的結構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看 怎麼去抓取這個資料了 那其實在Excel裡面 要抓取jason 我剛剛有提過 如果你是2019年的版本的話 那恭喜你 會簡單很多 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 我先把這個先儲存 儲存之後 我把它先關閉 ok 我現在另外開一個新的 空白的 空白的活躍布好了 ok 那把剛剛的這一個 這一個 把它關掉好了 ok 好 那我們空白的檔 如果我今天 要在Excel裡面抓取 PM2.5的 這個jason 並且 把這個資料 把它放到 我們Excel裡面 那看到的結果 不是要長這樣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話 你會昏倒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光要處理 你要得到的資料 那就是一個大麻煩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最好就是一個表格 你看這個好像沒有一個 示意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是開一個空白的Excel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是 在這個裡面 找到一個功能 就是叫 資料裡面的 取得資料 可以特別注意 從檔案 那你會看到一個 叫從jason 那當然 因為我不確定 是不是每個同學 都是最新版 假設 如果你是最新版的話 那你用這個方法 ok 但是如果你不是最新版 我等一下會講 那怎麼辦 因為其實 坦白講 大部分人 不可能說 隨時都在更新版本 有的人可能還在用 比較前面的版本 2016 2013 2010 2007 都有可能 那如果 剛剛講那些版本 假設你 取得資料裡面 沒有從jason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們可能要用 別的方法來完成的 那這個待會再來看 我們先用最新的版本 從jason 那從jason的話 我們一樣 先打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一樣 我是建議你先知道一下 這個它的結構 並且知道 到底你要抓什麼 接下來呢 你就把剛剛的那個網址 記得是PM25裡面的jason 檢視資料裡面 這邊有個下載網址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貼到那個 我們剛剛的匯錄資料 這個名稱給它 那因為貼上去的話 實際上它是一個HTTPs 也就這個檔案 是在某一台主機 某一台Server上面 OK 其實它這後面 也帶了一個API key 其實它應該慢慢會走那種 如果你沒有API key 那也是沒辦法 抓到資料 不過它已經給我們了 不過我不知道 他們未來會不會 變成說 你一定要註冊之後 它才提供給你API key 大家不知道 目前是沒有啦 不過如果說是開放資料 那還需要有API key 感覺好像就沒有那麼開放了 OK 沒關係 反正我們先 丟給它按開啟 那開啟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它會 它會去連線到 因為是剛剛是HTTP開頭 所以它會用 類似瀏覽器的一個物件 去抓取網路資料 OK 這個時候它已經抓到了 那抓到之後的話 當然喔 你可以看到 它目前呢 就幫你一個列表 不過你會發現 它出現的架構 特別注意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出現的就是像 我們剛剛貼到那個什麼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貼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 這個 叫JsonEdit裡面的這個Tree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長的 其實就跟這個有沒有 Field Recourse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 其實還蠻像的 有沒有 這個Field Recourse 那我們要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我剛剛我們有透過那個什麼 透過JsonEdit裡面 有把這個打開 我要的資料在這裡 所以同樣的概念喔 如果假設啦 實在不知道你放哪裡 我是建議你先貼到 最正一點 裡面先觀察一下 我要的資料在這裡 所以我知道說 我要的其實是 這一個Key喔 因為它給你這麼多Key 意思就是說 你要選一個 OK 你不能說全部都要抓 不行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你就選擇什麼 選擇我們要的Recourse 後面有一個叫List List實際上 其實中文意思就是清單 或者是Python裡面是翻譯成要串列 反正你就可以理解成 就是一連串的資料啦 有點像Excel裡面的一欄 一欄裡面放很多資料的概念 OK 那基本上我們有點像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點開 好 點開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它這邊就會出現什麼Recourse 有沒有Recourse 底下的話 其實應該就78筆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 把這些資料全部都帶回來 並且放到Excel裡面的話 OK 那再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 可以再點擊什麼 到表格這個選項 那裡面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表格資料 全部帶過來 記得你沒事不要點它 因為你點它 它又進到裡面 比如說第一筆資料應該是 大成 彰化 有沒有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就有點類似像JsonEdit裡面 你把那個什麼 這個地方的0 因為它編號從0開始 點開 大成 彰化 13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換個地方呈現而已 那如果你要回到原來的 原來那個地方的話 你就把 右邊這邊導覽 把它叉叉取消掉 它就回來了 OK 再點擊它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你就是到表格 把它點一下 OK 那它會幫你把你要的這個recourse 全部都倒到Excel裡面 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已經幫你把那個資料 先放在它的預設的暫存區裡面 有點像是一個叫ListObject的東西裡面 不過最後請記得 它抓下來的東西 它是把一筆資料放一個儲存格 所以請記得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recourse總共裡面有五個資料 Key Value 那如果你直接按載入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它全部放在一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展開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 在這個資料上面 記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常常同學有忘記 一定要點開 讓它展開的意思 展開它 展開之後的話 記得它這個是Key的部分 那Value部分的話 就會自動顯示 特別注意 比如說這個是它欄位名稱 如果你要你就打勾 如果全部都要你就全部打勾 還有一點很重要 這個點擊之後 記得把這個選項 使用原始資料行名稱 做為前置詞這個打勾取消 因為我們不要前面的東西 我們只要後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打勾取消 就不會有前面的Key的名稱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幫我把裡面的資料帶過來了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欄 沒錯 它的是側站的位置 側站名稱 側站的線式 側站的數值 應該都打開了 所以已經幫我把它全部打開之後 最後你只要按一下什麼 關閉並載入 那資料就通通載到我們的Excel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最新的版本 最後建議 因為它載入的是一個表格 表格就是類似上資料表 那一般在Excel裡面做編輯的話 用資料表有時候會發生一些問題 所以我建議上面有一個按鈕 叫做轉換為範圍 你把它按下去 把它改成Excel裡面使用的範圍 就Range OK然後確定 好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資料的下載 所以2019以後 有這個功能真的是太方便了 因為你就不需要再撰寫一堆程式了 但是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我的版本可能沒這麼新 我沒有這個功能怎麼辦 那你可能就會 我後面其實有帶那個 如果你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別的方法 只是說有點複雜 因為坦白講 這個在Excel裡面要處理Jackson 深的比起其他的語言 會稍微來的麻煩一些些 但是也不是說完全無解 只是說如果不是最新版本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是新的版本 你就先操作看看 我把那個重點再回顧一下 這邊的話特別注意喔 它的位置在資料裡面 的取得資料 從檔案 如果你這邊有看到 從Jackson的話 那恭喜你 OK 那如果沒有呢 待會我會再講別的方法 那OK 其他如果你有這個功能 你可以下載這個資料 然後旁邊其實有個連查詢 你可以看到 那你如果要編輯 你可以按右肩這邊 其實也有編輯 你也可以再跳回來 那這個叫Power Query 一個等於是有點像資料的編輯器 有點像虛擬版的資料庫 讓你比較好方便去做資料處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